我叫余音 極限運動愛好者 2017年的時候 我完成了成功一樁飛越喜馬拉雅的這件事 非常有幸地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完成了這項挑戰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幾家世界五百強公司都工作過 比如說花旗銀行、瑞士航空 2016年的時候 為了完成飛珠峰、飛喜馬拉雅的心願 其實我選擇了裸子 衣裝飛行是通過穿著衣裝服 來進行的一種無動力的向前飛行的一個過程 衣裝飛行可以算是跳傘的一個部分 它也是六大高危極限運動之一 剛剛是英語也比較差 很多專業的名詞或者禁忌的一些事情 其實並沒有聽得特別懂 我做了一個Low Turn 就是摔在地上 後來當時也是斷了這三根手指 跳傘真的是一項很迷人的運動 你真的可以體會 人像鳥一樣飛翔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想學習衣裝飛行的話 至少有200次的跳傘才可以開始 已經有2000多次的跳傘和衣裝飛行的經驗了 2017年的時候 為了完成這項挑戰 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做了很多體能訓練 每天大概5點半我就要起床 每天要去跑步 我還做了很多跳傘方面的訓練 以及高空舞陽訓練 第一次去爬珠峰的這個過程中 真的還是挺難的 我們飛越喜馬拉雅的需要 可以完成攀爬的過程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走路至少要走6個小時 要完成最少10公里的徒步 一步一步地爬到了海拔4000多米 13000多英尺的地方 在缺氧的環境下 高原反應挺嚴重的 由於沒有人做過 是有一種把命堵上的感覺 我還歷了一份遺書 如果我死了 我希望我身上能捐的東西都捐掉 我的骨灰能夠由我的學生們 撒向天空 這就是應該想要到最完美的結局了 2017年11月3號的時候 我們在喜馬拉雅山上 讓飛機飛向了25000尺的高空 那個時候我打開艙門 從飛機上一躍而下 成為第一個做到這件事情的中國人 我就向著珠峰的那個山尖飛 所有其他白色的連綿的山脈都在向後退 只有你的女神比你越來越近 你想到的可能不再是那種挑戰、征服這種非常強烈的字眼 真的是這個世界都變得平靜了 我爸媽可能到現在都不敢看我飛翼裝 因為他們還是非常的擔心 我記得我在幾年前 希望我媽媽能夠在我的頭盔上寫下一行字 我以為當時我媽會寫《女兒真棒》 《我們的驕傲》之類的 但是當時我媽非常鄭重寫了四個字 就是一路平安 我並沒有覺得跳傘讓我犧牲了任何事情 有的時候也會碰到一些特別好的小夥 你看她一翻看我的朋友圈 發現我每天都是跳傘、翼裝飛行 估計很多都被嚇跑了 這可能也是一直沒有談戀愛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都說極限有三級 珠峰、南極和北極 喜馬拉雅我已經飛過了 我下面希望能夠在自己的人生中 完成翼裝飛行南極和北極 我也準備好了去做更多的調整